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绵羊电影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海角上的兄妹 我没办法说出好看或是不好看 它更像是记录社会黑暗角落 某个人的悲惨人生 就像在新闻上看到他们 也绝对说不出好看吧 更可以说 这90分钟对我来说 无法直视 却很可能是某个擦肩而过的人的漫漫人生 以下会有剧透内容提醒大家 如果想继续看下去的话 也请订阅分享加开铃铛 就不会错过新影片的通知咯 一对海港小镇的兄妹 自闭症妹妹真离子 本来都是被锁在家里 某次逃跑出去被陌生人送回来后 哥哥良夫发现 真离子的内裤上有精益 口袋里还有一万块 真离子说自己去冒险 但只有良夫知道 那是个不能回头的冒险 代价是道德 是尊严 是人性 良夫是个瘸子 在被造船抢裁员之后 他接了家庭代工 也曾下跪和警察朋友借钱 再加上妹妹口袋里的 根本撑不了多久 也因为脚步出房租被断电 兄妹两连挖垃圾吃 都抢不赢其他流浪汉 看着真离子饿到 在吃卫生纸 自己吃着吃着也产生幻觉 觉得很好吃 因为只有黑暗 所以不会奢望阳光 在饿死之前没有底线 良夫对真离子说 我们去冒险吧 良夫给真离子的定价 是一万块一个小时做全套 即使挣扎后 决定卖掉最仅有的尊严 还是不断的被砍价跟退货 甚至不小心在黑道地盘上拉客 代价是良夫被压着 撑着眼睛看完 自己的妹妹和大哥性交易的过程 卖淫 成了他们活下去唯一的方法 两人用赚来的钱 一边大口吃着麦当劳 一边扯下糊在窗户上的纸 当阳光透进他们的人生后 就不想要再回到黑暗 良夫开始手写召记传单 和真离子四处分发 接客 被警察朋友捡到 气得向良夫挥了拳头 指责他根本是禽兽 但对真离子而言 或许只是追求性行为过程中的本能反应 卖淫不久后 真离子怀孕了 胎手术需要七八万块钱 等于两个人又回到一无所有的日子 他甚至想自己拿石头帮真离子堕胎 也尝试去求熟客取真离子 当然被熟客认为是想要借此敲诈 这时造船厂的老板回头找良夫回去工作 看着妹妹此时已经回不去了 良夫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老板 如果不是因为裁员 兄妹良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良夫最终还是让真离子做了堕胎手术 电影最后一幕 良夫又在寻找跑出去的真离子 在海岸边两人四目相望 兄妹最后的命运会如何 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 当良夫的警察朋友阿赵发现 良夫散发的性交易名片时 用激烈的言语并殴打指责良夫这是犯罪的行为 当然是犯罪的行为 但指责并无法改变良夫活不下去的人生 也许我们都曾不经意的说过伪善的言语 你不是他 无法感同身受 你又怎么知道他的痛 电影最后一幕 良夫在海边找到了真离子 这时良夫的电话又响起了 导演安排这样的结局也许是要让观众去思考 这样的人生可以找到哪一条出路 现实是很残酷的 你觉得道元兄妹会找到一条什么样的出路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按下订阅加喜欢 感谢你们的支持 就这样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